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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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末天乱想睡着 看到了云朵上的 今夜再忙的变老 难过这过太红角 万一快哄我睡觉 花又吃掉无成宝 醒来看到水晶蟹 做满了蝴蝶 怎么赴约 哦 baby 闭上眼睛 梦里倒闲 以前里也虚实构绝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so good 一起满了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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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wait for you 嗚嗚嗚嗚嗚嗚嗚 还不快点前后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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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影中有怪兽 海藏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 my love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don't wait for yo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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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勇者已不休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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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so good 在你左右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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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wait for you woo woo 你想紧着我手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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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中有怪兽 唱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 my love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don't wait for yo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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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又追不上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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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錯了嗎 似乎并沒有 我不能讓七七和寶妮 再對我心存幻想 所以我必須要 對他們冷酷無情 我沒做錯啊 可為什麼我的心裡 這麼難受呢 因為你在撒謊 你正在經歷 人道魔的蛻變 或許有一天 你變成和威廉一樣的魔鬼 可能你就不會難過和心痛了 是啊 我越來越像魔鬼了 在商業上 你遲早會成就一番偉業 但我 還是懷念你原來的樣子 我終於變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 按理說 你和渤海談戀愛 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 爸爸媽媽畢竟是過來人 你如果在感情上遇到什麼問題 你就告訴我呀 說不定 我能給你出個什麼好主意 我能見招拆招 對對對 你媽電視劇看得多 她很有經驗 你就告訴我吧 你和我未來的女婿 到底是因為什麼 不開心 來了 您好請問是007家嗎 對 您的快遞 好好好謝謝 再見 謝謝啊 都送花來了 說明什麼 賠禮道歉哪 出大事了 這花是墨南送來的 墨南 怎麼會呢 你看 你看錯了吧 這種時候 墨南給七夕送花 完全就是落井下石 這我打劫嗎 閨女我可告訴你啊 你可千萬不能腳踩兩隻船 墨南那小子人品太差了 你可千萬要注意 要不然哪天咱家被他給賣了 你還得提他數錢呢 反正我跟你們說不清楚 我出去轉一下 你你早點回來啊 晚上我給你做好吃的 請 我們這邊有創意燈光秀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情侶打八折 情侶打八折 八折 我這兒買票有優惠 好 記得我發送之後 就再也沒買回風車了 所以每次看到小朋友手裡 拿著風車 我就特別羨慕 你知道嗎 風車在我心裏 不僅是一個玩具 更是孩子的希望 和父母的愛 好 姑娘您好 玫瑰銀河創意燈光秀 有興趣了解一下嗎 我們在運河邊佈展 現場非常的浪漫 玫瑰銀河這什麼多年 我老早就想去了 但一直都沒去城 為什麼要去城 裏表全都是情侶在看 我一個人去不是找夢院嗎 那你現在不是不是一個人嗎 你陪我去啊 看你那麼可憐 我們也去女女別人吧 明天去吧 現在買票的話 情侶票只要八折 非常划算 要不要買賬試試 那我們買一個人的吧 好嘞 那個 掃碼就可以了 一百塊 單人就不打折了 好 來 您的票 謝謝 您真好看 您好 創意燈光秀 有興趣了解一下嗎 您好 您好 我想買張票 好好 你掃碼一下就可以了 永生花 除了製作花盒之外 還可以用於製作一系列 創意裝飾品 例如愛麗絲漫遊仙境系列 配色活潑 就非常適合開發一系列 婚禮首飾 下面我用永生花 做一個簡單的手環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簡單的永生花手環 我相信 它和婚禮的整體花衣造型 搭配起來 表現力會更強 更重要的是 等婚禮之後 它可以作為紀念品 長期保存 你們再參考這個 討論一下 我覺得咱們這個 永生花婚慶系列 一定會大買 嗯 嗯 你看著點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是財務部的嗎 今天怎麼換你來倒水呢 莉莉在忙 我臨時替她點火班 莉莉 哦 謝了啊 小事一樁 不客氣 餵 劉總 怎麼樣 這有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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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也挺好 只是笑有些少 不願被人打擾 又渴望被擁抱 我躲著你的好 怕以後得不到 更怕我忘不掉 你走來時的笑 你走來時的笑 陽光一樣閃耀 請話想說給耳朵聽 怎麼讓眼睛動了睛 看過那麼多的風景 都沒有你謊言動聽 你是我最耀眼的夢 明亮我黑暗的夜空 那是宿命是安靜 是最後一次相擁 姐姐 對不起 我知道你為什麼離開了 對不起 為了我讓你承受了那麼多 我不是來勸說你的 我也知道我現在說什麼 都顯得蒼白無力 我也不想再給你施加壓力了 我來我只想告訴你 我是個男人 我會保護你 我有能力保護你 姐姐 好感人的表白啊 可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憑什麼保護她呀 姐姐 過來 你給我放開 你放手 波海 既然我都已經做了這種決定 希望你能夠選擇 尊重我的決定 請話少說給耳朵聽 明亮望黑暗的夜空 那是宿命是愛情 是最後一次相擁 言不由衷 也要帶著笑容 心痛 時間只負責流淌 不負責任成長 愛的天就天成 只是誤會一場 你是我最耀眼的夢 明亮望黑暗的夜空 那是宿命是愛情 清清 我會親自證明給你看 證明我有守護你的能力 也要帶著笑容 心痛 愛要多少年以後 再等 要不要吃點東西再回去啊 你怎麼知道我在哪兒 你跟蹤我 對 渤海的危機是解決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們的約定是永遠有效的 而且 我是一個苛刻的商人 如果發現你違約的話 我絕不會手下留情 瘋子 你把車停下來 我一秒鐘都不想跟你待在一起 停 停車 停車我呢 停車 七七 這只是個教訓 我派人去打探過了 渤海根本就沒有犯病 你忙了半天 人家還熱火朝天的研發新產品呢 她的主治大夫上次明明說得很確定 問題到底出現在了哪裡 我已經承諾董事會了 一個月之內 要完成對畫家的收購 可是到目前為止 你一點進展都沒有 你讓我怎麼向董事會交代 如果只是畫家的收購案 莫總的操作其實已經奏效了 我告訴你 我要的不僅僅是畫家 我要的 是渤海身敗名列 知道了 我是為你考慮 渤海是你的仇人 朕坐起來吧 我沒有多少時間了 你看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了這份文件 我們就可以證明 劉總監簽的那個客戶 是故意搞商業欺詐 人家不是都已經消停了嗎 咱們幹嘛還要趕盡殺絕呢 他們都是木偶 後面有人牽線操控 你是說創下和莫楠 我要告訴他們 這次我們能夠化險為一 不是靠著他們憐憫和施捨 花家和我 是完全具備和他們正面交鋒 並徹底擊垮他們的勢力 好了 趕快交給法務 讓他們聯繫律師 準備起訴 收到 來 莫 莫先生 我照你說的方法做了 但渤海安然無厭啊 不是 莫先生 你聽我給你解釋 這心理學本來就是一門 比較複雜的學科 再加上現代醫學 對咱們人類的大腦 還有很多的未知領域 而我呢 作為一名醫生 也不可能做到 這麼精準的診斷啊 是嗎 但是我能預測你的未來 你的債主 我會上門要宅 你老婆欠債的事情 會在醫院裏傳得沸沸揚揚 你生殖的事情不了了之 這一切 都是因為你不成熟的醫術了 你不成功 莫先生 你 你別著急啊 我突然想起了一個重要細節 我記得 渤海曾經和我說過 她不是在火災當天發病的 而是正式被送入福利院 然後她確信她的母親 真的拋棄了她 才爆發得色盲 所以 是不是 渤海內心深處 還對女朋友抱有幻想 認為 她女朋友不會離開自己 兩人遲早會復合 所以 才遲遲沒有觸發心理醫藥 那我們就讓她死了這條心 你取代渤海 和007在一起 徹底摧毀渤海的幻想 伯總 你找我 你別在這兒晃來晃去的 超市趕快開門去啊 我哪還有心思開門去啊 我恨不得現在就把小白不關了 我一天到晚在家裡邊盯著琦琦 這個丫頭真是的 整天神神叨叨的 你說 好好的一個金龜婿 說分就分了 後面還有一個賊盯著呢 煩死了 不行 我得看看皇帝去 我得知道這兩天 到底怎麼回事 我告訴你啊 七夕這朵鮮花 絕不能插在牛糞上 有牛糞插就不錯了 別不是一拋狗屎 會不會是渤海啊 來嘍來嘍 來了來了 叔叔 寶妮啊 琦琦呢 琦琦 好 快點兒 噢 好 慢慢來 要選擇一個正確的抒壓方式 寶妮 我覺得全世界都好無聊啊 我不信 走 陪我大吃一顿去 你不会是假的007吧 阿姨好了 肖祖宗 走走走走 你是不是真的007啊 走 请慢用 谢谢 宝妮啊 咱们俩是失恋了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这些得多少钱啊 反正都混得那么惨了 还不能开心开心啊 失恋万岁 来 这是我在这儿 特意订的一个蛋糕 很难订的 又不过生日 又不过节的 你订蛋糕干吗呀 这些都吃不完啊 因为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哦 是我拜托宝妮约你出来的 今天 是我们两个人是四周年的纪念日 你说我 四年前 是因为我的出现 点掉了你的生命 而你走近我 帮我走出了心底的恐惧 给了我爱和希望 你又何尝不是点亮了我的生命 姐姐 没有人会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是阴霾冲冲 是疾风咒雨 但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会给彼此留一盏灯 好让我们在茫茫的黑暗中 一眼就能找到对方 新品永生化的销售已经全面打开了 公司在今天也已经取得了对手涉嫌生意欺诈的证据 并且提起来 并且提起了诉讼 并且提起了诉讼 琪琪 我不再是原来那个懦弱胆怯的薄海了 别再为我为难了 你真的受了优主? 我不管 不itaire 我恨你 我知道一点点 有趣ños的 你知道今天不是这么说机器吗 你不要管 我 等你回来 你取代渤海 和007在一起 彻底摧毁渤海的幻想 你敢撞了 是你往我身上撞的 给老子道歉 你撞我为什么要不道歉 打他 打他 打 你这是什么大人呢 承识你 放开 打死你 放开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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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 凌小姐的黑药醒了 是不是你干的 你说什么 你找人教训渤海 现在在这装疯卖傻 不是你是谁 我要的不仅仅是花家 我要的 我要的 是渤海 身败名裂 世王又怎么样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能毫无底线 到这种地步 是不是渤海的怀抱 让你差点忘了 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告诉你 零零七 为了让你离开渤海 我有更狠的手段 你要不要试试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错 没错 是我派人教训的渤海 但我们怎么能用 这么粗暴的方式 商业竞争本身就是 野蛮粗暴的 没什么规矩可言 更何况 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 也不见得光明正大 莫南 我一向很器重 但最近你太不争气了 所以我才帮你出手 教训渤海 我会加快节奏的 但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 激垮对手 如果你的方式有效 我没什么意见 对了 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怎么样了 我不想伤害零零气 你还是孩子气十足啊 太善良太多情也太保守 对于一个商人来讲 都不是什么好事 不相信 不是 难受 准备 Carnegie 是啊 是啊 对这么过不见 不是 是不是 你看 老实让你都过了 他要晤柯 老实有的 八小小 正水 charm 正水 你找死啦 不看灯啊 危險啊 那acles 走 走 走 在混乱的路口 等着红绿灯 根本过不了马 只有破坏原有的规则 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才能达到目的 我不认为这么做 会伤害零零七 相反 我觉得你比渤海更适合他 只有这样做 才能让零零七彻底忘了渤海 才能彻底摧毁渤海 更何况有很多事情 根本不允许你说不 向董事会承诺的期限快到了 我会等你 但其他人 可没有我这么好的耐心 既然那么不情愿 干吗还要接受威廉的提议呢 他不是提议 是威胁 威胁 怎么可能呢 他那么器重你 而且我们大家常常开玩笑说 威廉是你在创想认的干爹啊 我变了 威廉也变了 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记得威廉跟我说 他是二十年前去的服装 对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应该也是那时候到的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可外气肉您了 但那个时间点正好是 火灾之后 难道你的意思是威廉和云和花艺 你去调查一下威廉 他疑心中 你小心点 来 姐姐 去哪儿我送你啊 不用了 我车就在那儿了 咱俩路上还能说说话 都已经分手了 没什么好说的吧 我以为昨天晚上我说的话 你都听进去了 听见了 不代表我就能认同 渤海现在我觉得 我自己浑身轻松 我也会去寻找我自己的幸福 希望你也能幸福 如果你说的是真心话 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说呢 既然都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用再回头了吧 那我也告诉你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你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回来的 再见 我绝不相信你会离开我 你看到不看脸上的于青了吗 我看见了 她说是从楼梯上摔的 但我一看就是敷衍 陈秘书 哎 根本就不是摔的 是被人给打了 谁打的 谁敢打他 小点声 让同事听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是几个喝醉了酒的小混混 但是他们只承认 他们是酒后滋事 现在已经在派出所了 依我看哪 这事肯定跟莫南脱不开干系 幸好咱们老板没事 就是挂点彩影响了点颜值 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就给他们拼了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 我觉得也是 你看这样行吗 我也找几个小伙子 去把莫南他们打一顿 欣妍 我还有别的办法呢 我不停地给他们打骚扰电话 问他们要不要租房子 要不要贷款 一直弄到他们神经衰弱为止 怎么样 闭嘴吧 欣妍 我还有办法 去吧 虽然暂时没努力 但是其实 我是不会放弃的 两天后 就是国际博览会 画家会代表亚太地区 清新画意表演 这决定的公司 能否顺利开拓海外市场 战胜创下 不管敌人耍什么野马 我相信 失利 才是打败对手的关键 国际博览会 将于明日在我市隆重举行 此次博览会 作为亚太地区 商业合作的重要活动 吸引了超过40个国家 和地区的商业组织领袖参加 本次博览会 不仅是商业成果的展示和交流 也是行业巨头们暗战的舞台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即将拉开帷幕 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 也已经整装待发 希望他们能够在博览会 一展风采 跨入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说的不就是我们了 这次不烂会 是个好机会 当着中外嘉宾和媒体记者的面 让渤海的心理疾病 集中爆发 花家将会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这场面一定很刺激 我尽力 我尽力 生意查上 要打垮对手 除了用脑子 还需要一点集情 对了 继兵怎么没来啊 他父亲生病了 请假回去照顾几天 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人手不够到时候会出岔子 自古忠孝难了全 以后这样的假别批 人还是要留在身边 才能让人放心 你说孩子那时候没有男朋友我们催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 怎么就更不开心了呢 能开心吗 一个正好 现在来了两个 对象这个东西啊 它只能是一个 要是多了不行的 要出事的 这说得也不对 那慕南和渤海能是一回事吗 渤海是正人君子 墨南是卑鄙小人 要不是因为墨南 琪琪和渤海 还不至于闹分手呢 你说得对哦 说不定琪琪和渤海分手 就是那个墨南从中在搞事情 我跟你讲啊 一想起这件事 我就气不大一处来 我就 真是可怜我未来的女婿了 受委屈喽 你怎么不先心疼你女儿 反倒心疼上女婿了 没有女婿 我女儿怎么开心呢 那要不然 让琪琪换个人试试 谁啊 那个 是这样的 我儿子啊 想请琪琪去看个电影 不去 来 来了 来 喝点东西 谢谢 真的不干了 你的辞职信还在罗总监那儿压着呢 不干了 反正像我这么聪明到哪里都可以的 花家 放弃了 放弃了呀 改行了 那渤海呢 也不见了 如果离开渤海 能够阻止莫南的疯狂举动的话 我也就知足了 离开也算是一种爱吧 是啊 离开也算是一种爱 我决定了 我要从莫南的世界 离开 来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好好地爱自己 更要好好爱彼此 嗯 还好 我们还有彼此 哎呀 宝妮啊 嗯 你说是手机不好玩还是零食不好吃 我们干嘛要谈恋爱呢 可是 心动的感觉 牵肠挂肚的懊恼 真的就是很迷人啊 我以为爱情很简单呢 嗯 但是走向王子的这几步 需要披荆斩气 嗯 真的挺难的 哎 你说恋爱这件事情 怎么就没有一本教科书呢 你傻了 怎么可能会有教科书呢 就是因为路途这么黑暗 才会看到更亮的光芒呀 嗯 嗯 嗯 可是我怎么就看不到光芒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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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和花艺的员工名单中 并没有威廉的中文名 但这其中 却是由莫南之间接触的 那位周安平 这个周安平 应该是个重要的突破口 哎 大伯啊 哎 您好 和您打听个人 嗯 您知道周安平住哪儿吗 老周啊 哎 哎 他搬走了 你看他房子都卖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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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